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征高聪 禀太后 自去年老幼王俄尔纪并故后 新王夺汉集结胡库左右二部 并接受了其他部落的归顺 七千里汉州终归一统 她自封为柏拉哈汉 柏拉哈 这个名字好 是乌宗的意思吧 是 汉州一统归于乌宗王 于大征也是好事 太后所言正是 乌宗王统一汉州不久 胡库清秋与大征结盟的文书 就已送达都中 韩王随盟书还附上亲笔书信一封 言明一定要让臣呈送太后案前 传官 海氏无媚 见信吴 哥哥终不负师父 统一汉州 成为韩王 哥哥惦念你日久 这几年间 你不仅令助年陈叔 借树荣妃母妃回大征赡养 还令诸州应付 眼下 我虽做不了风雪之中 为你报心之日 却可以为你添上一份薄礼 胡库愿与大征结盟 此后以黄泉关为劫 互不侵扰 长通有物 分灾共庆 耗勿其之 传之后夜 刻终若时 另外 哥哥还有一件喜事 要告知你 两个月 月 月 原来真的是你 我不是在做梦嘛 我一直在韩王的身边 只是没有相见 原来你一直都在 是 我一直都在 这个故事很长 我以后慢慢讲给韩王听 不 我要你现在就讲给我听 好 我现在就讲给韩王听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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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